看到北伦河中间那一大片土地了吗 不是眼前露出来的这一点河床啊 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防尘港的东兴国门景区 前面的这块戒碑是我们现代的中越戒碑 这里也成了很多游客来东兴的必打卡之地 你们看,有这么多人等着上去拍照呢 然后呢,往这边来 就可以看到中越的戒河北伦河了 北伦河的对岸就是越南 从我们这边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越南房屋的 很多房子上面都有越南文字呢 诶,那边还有中文呢 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 好像是某某大酒店 对上面的两个字看不清 这应该是中国商人在越南建的 在越南盖房子的中国商人确实不少 尤其是在边界口岸 那座酒店的规模看上去还是蛮大的哦 这里就是北伦河了 看到北伦河中间那一大片土地了吗 不是眼前露出来的这一点河床啊 是前面那整个一大片 这里不好拍摄 看的不适合明白 我用地图给大家说明一下吧 这就是中越边界的地图了 这里是北伦河 北伦河从这里开始分岔 上面一段我把它标注为A线 下面这段我把它标注为B线 A线和B线之间的这一大片土地 以及A线陆海口的这片三角洲 都已经成了越南领土 知道为什么全都给了越南吗 这就和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的 中法越南条约有关了 因为这一份条约 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中主国的地位 被迫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 并且与法国一同探定了中越的边界 现在地图上看到的A线以南的领土 就被划给了越南 还有这边的一号戒碑就是当时的中越边界的最东段了 当时的法国还想将第一块戒碑立在更东边的白龙半岛之上 想把平江镇和白龙半岛的一部分全都划给越南 当时清政府勘接大臣、邓成国、李寿彤等人去以力争 这才将戒碑树立在竹山村 双方以北伦和东芝为建 也就是地图上面的A线 并在两岸相对立碑 这样整个东芯市内共有八块戒碑 如今在看到口岸旁的这块大清国五号戒碑 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呢 要不是落后 又怎么会被别人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 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包援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现实 丛林法则落落强识 所以国家强大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我们人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非常幸运 好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 最后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我是小帆 See you tomorrow